记者徐盛文新北报道,21岁叶姓南大申昨晚间十一时许开车行京新北市新店须祥和路,在吉人中学前叶南眼见前方一辆机车失控离田,他为避免撞上紧急刹车,未撂后方七辆机车反应不及连环撞,现场乱撑一团,共有十人送医,索性接警轻伤,警方见证离清相关照泽。 据了解,叶南所驾驶的休旅车登记在父亲的公司名下,拥有三年驾驶经验的他当时正准备回家,叶南说有辆机车行驶在他前方的内侧车道,他一次想要超车但因车速过快失控所以打滑,连人带车往外车道滑还在地面擦出火花,他为避免碾压打滑骑士所以急煞,没想到会造成后方追撞。 他也觉得自己有够倒霉。 警方调查,当下本有一名女骑士左脚卡在叶南车下,索性第一时间将其救出无大碍,令现场车祸所有相关人员均没有酒驾情形,因晚间乡和路车少,大多车辆车速不会太慢。 研判应是车距未保持以及未注意车前状况导致追撞。